不过你做的好 也不枉我在皇上面前 极力的夸奖你 你现在只需要再继续督造运河 但运河完工之后 又是大功一件 到时候我保你连上三戟 我李密何德何能 能得皇后如此栽培 不知道皇后娘娘还有何途 我想怎么样 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过我倒想先知道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做的 一开始我只是想煽动暴乱 让麻书某好看 可是后来讲到原画籍 一定会护着她 于是我就想借皇上之手杀了她 以你的职位想扳倒麻书某并不容易 没错天赐良机 李世民这个时候出现 所以我就想借李世民之手 因此我故意让李世民得到死者的头发 和营房内尚未燃完的毒香 这样她一定会弃而不舍的追查下去 好办法 李世民深夜查案 麻书某一定强行制止 我就事先在麻书某的房间内 把那些孩童的衣物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这样李世民就不得不怀疑 麻书某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时候再趁热打铁 揪出藏有毒香的壮丁 可是那个壮丁不是开始 就不招认了 那是因为我事先早就收买了它 事先失可否认是为了让麻书某放松警惕 而在皇上面前则一口咬定是守麻书某之事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精心谋划的 那那些帮你办事的手下 你可否处理干净 我李密做事 向来干净利落 那些混入壮丁之人 所以这世上 不会再有任何证据指向我李密 不过李世民这个人实在太过聪明 他险些坏了我的大事 如果我晚了一步的话 我一定会栽在他的手里 所以皇后娘娘 你我做事以后一定要谨而慎之 要小心提防他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话已经说完了 不知道您满意吗 我满不满意 那要看你 接下来怎么做了 欢迎 técnis JK 我满意 我也不想 hi 你让我快撫 你听 technician 你说什么 在隋阳地穷奢极欲纵情声色之际 数百万民众正在运河日夜暖空 工地监工为加快工期 对民工动辄棍棒枪架 众多民工体力不支 累死当场 运河两岸 百股累累 惨不忍睹 黄淮一带返随制势 被迫揭竿而起 各地民众纷纷响应 一时间风烟四起 各路返忙也开始招兵买马 割据一方 豪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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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